變成人人想要巴結的第一紅人 他的心情是怎麼變化呢? 哼哼,我現在不是小位,是大尾啊你 哈囉,英雄說書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替大家帶來精彩的英雄 欸欸欸,講太順 今天開頭應該要改一下 替大家帶來精彩的名人故事 本來啦,我以為在說完元重幻以後呢 可以暫時遠離大明帝國的相關歷史 但看到之前那兩支影片的下方 有太多人在敲碗今天這一號人物 我們廢話不多說 隆重跟大家介紹本集的主角 他可以說是歷史上知名度數一數二的宦官 織首遮天全清朝夜的魏忠賢 魏忠賢呢,作為一個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奸臣 話講前頭,今天這支影片不會特別替他翻案 他到底是中是間呢 我們讓專業的來 說書人更好奇的是 魏忠賢他在崛起 獲得權力的過程中 到底是怎麼看待那些力量 就像是奇幻小說裡的魔戒一樣 你讀魏忠賢的故事呢 看到的其實就是 權力魔法對一個人的影響力 而我相信不只是在近代史 即使是到了今天 那樣的魔法依舊存在 魏忠賢他是一屆平民出生 河北蒼州民宿縣人 小時候有被過寄給李家 所以原名是李靜忠 後來當了宦官後呢 才改回本家姓氏 為了方便說故事啊 我們這支影片 還是統一稱呼他為魏忠賢 AKA小魏 小魏他雖然家境親貧 但是年紀輕輕就表現出 他在玩樂上面的才華 無關是清水水潰眉啊 也是說騎阿妹四嫁風騷 出頭很多 不過呢在讀書上面啊 小魏可就一竅不通 大字認不得幾個 有些人就偷偷罵他是傻瓜 突然想到在隔壁棚日本戰國那邊 也有個人年輕的時候被罵傻瓜呢 我們說啊人各有志 對讀書沒興趣呢也不能勉強 史書上面提到魏忠賢 雖然猜疑心重 又喜歡逢迎拍馬 但個性呢倒是很有決斷力啊 該斷則斷 個性會引導命運 這恐怕呢是他後來能夠 長大權的一個重要因素 年輕的魏忠賢呢是有結婚娶妻的 還生了一個女兒 但前面也提到 他對吃喝嫖賭無依不驚 只可惜啊在賭這一關呢 栽了一個大跟頭 一個沒生意就輸得脫口 還不出賭債又養不起妻女的情況下 該怎麼辦呢 當斷則斷 魏忠賢在21歲啊 就引刀自攻報名當宦官 希望至少可以在宮廷裡面混口飯吃 這裡呢我們做一個小科普啊 大家常常講太監太監的 其實太監與宦官呢稍微有一點不同 我們先把古時候的男性分作三類 太監、宦官以及燕人 燕人涵蓋的範圍最大喔 頻道裡面呢可能有些小朋友 我們這就當作健康教育知識聽聽喔 燕是個動詞 就是只透過一些手術 剝奪你的生育子女能力 在夏商周的三代時期呢 就有一些史料記載 會有把俘虜燕割的行為 燕人呢如果跑去擔任宮廷裡面的侍從 或者侍奉皇帝的人 那就成為了宦官 譬如後來秦始皇手下的趙高 東漢臨帝時期的時常事等等 要注意的一點是啊 早期雖然宦官有一部分是燕人 但是也有沒有燕的 差不多要到東漢時才規定 你必須燕掉才能入宮當宦官 講完了宦官那什麼又是太監呢 這個詞啊 普遍認為是明代以後才有 因為當時呢 在宮廷裡面有設置24個事務部門 好比像是管食物的上扇件 管衣服的上衣件 管理皇帝文書硬性業務的私理件等 如果你在這些部門裡面呢 當到了高階主管 那就是太監 雖然有少數的例外 可是太監呢 通常也是由宦官擔任的 所以你要說他是宦官中的霸主啊 其實並不為過 譬如我們的主角魏忠賢呢 他就曾經當到私理件的炳筆太監 功能呢 有一點像是古早時代 皇帝專屬的個人語音辨識小助理 當你懶得寫字的時候呢 就用說的 太監拿筆幫你寫下來 魏忠賢進入宮中之後 又怎麼樣逐步掌權的呢 他是在萬曆十七年 也就是公元1589年的時候入宮 當時是明神宗萬曆年間 十六年過後 年近四十歲的魏忠賢 才準備迎來人生的重大轉捩點 這一年呢 是神宗皇帝當政 他的太子朱常駱 生了一個孩子 也就是皇孫 名字叫做朱尤教 常駱呢 就是未來的光宗 尤教則是西宗 魏忠賢呢 他大概還沒有料到 這個剛出生的寶寶呢 就是對他一生影響至關重大 也是他神奇力量來源的魔戒 那魏忠賢呢 他是怎麼撿到戒指的呢 這得感謝一位提拔過他的宦官 名字叫做王安 王安呢 曾經負責陪太子朱常駱 讀書寫字 因為認識了王安 小魏有更多機會 開始進出太子宮 拓展人脈 廣結善緣 那個時候啊 皇孫朱尤教年紀還小 要跟他交朋友呢 嫌太早 但是 跟皇孫的奶媽交朋友 就很合乎邏輯了 那個時候啊 司李健從民間 還選了幾十名奶媽 最後留下一人 史書記載為克氏 克小姐 據說生得非常的妖嬌美勒啊 我們小魏什麼不會最會玩 他看到這個太子宮中 竟然有這樣一個美人兒 和自己同樣是平民出身 聊天過程中啊 是你懂我的寂寞 我也懂你的哀愁 一拍即合百無禁忌 兩個人呢 就這麼勾搭上了 小魏呢 他不只跟女孩子 也會跟男孩子玩 他同時陪朱尤教開派對取樂 也發現這個小皇孫呢 很喜歡組裝木工 而且也非常有天分 一旦啊 投入其中 三餐不吃都沒有關係 史書記載呢 朱尤教可以在木桶銅鋼裡面打洞 設計出以強弱不同力道的水力 運轉的觀賞用模型玩具 又或者呢 他會把自己居住的前清宮 做成微縮模型 雕工非常的精緻 小魏呢 他因為知道朱尤教的脾氣 後來還故意趁他專心玩模型的時候 拿重要的奏折給他披改 朱尤教就會不耐煩的把全部公文 又推給小魏處理 而皇孫呢 除了喜歡木工 更喜歡他的奶媽克氏 喜歡到什麼程度呢 即使斷奶了 都還朝夕相處 捨不得分開 他當上皇帝後 更破格把克氏封為奉聖夫人 當時的馬路消息盛傳 皇上與奶媽之間呢 已經發展出 近段的戀情 你說這個事情沒人管嗎 因為他的老爸朱常洛 也就是明光宗 才接班不到一個月 就因病過世 想管呢 也管不到 但是光宗有留下一個伏筆 他在過世的時候呢 把自己最喜歡的老婆 李康飛 封為皇太妃 名義上呢 李康飛也是朱尤教的乾媽 媽媽管兒子是天經地義啊 好啦 朱尤教年紀輕輕 16歲就當上皇帝明熙宗 他就面臨了終極二選一 他身邊有兩個女人 一個是乾媽李康飛 一個是奶媽克氏 兩個女人呢 都想要透過皇帝 保持自己的地位 乾媽首先大動作宣誓主權啦 他把自己的家當收拾一下 就搬到乾清宮裡面住了下來 而奶媽克氏則很低調 我猜喔 他多半偷偷的在西宗的旁邊 搖耳朵說 我可以不要民憤啊 但希望你不要把我當奶媽 把我當成你的 噴噴噴噴噴 我們是個老少嫌疑的頻道喔 不能再多了 郭客 如果你是西宗皇帝 你會怎麼選呢 這件事情因為 從李康飛搬移到 乾清宮是當作一個倒火线 所以在歷史上中稱他為 遺公安 西宗皇帝毫不猶豫的 把乾媽趕了出去 乾媽是什麼 能吃嗎 而這個作為 獲得當時朝廷中 東陵黨大成 例如楊大宏、左光斗等人的好評 客氏小魏則在心裡偷偷放鞭炮慶祝 因為他們現在可以說是皇上身邊最有影響力的心腹了 此時的小魏算是攀上了權力的頂峰 從人人瞧不起的市井混混 變成人人想要巴結的第一紅人 他的心情是怎麼變化呢? 哼哼,我現在不是小魏,是大魏啊你 於是魏忠賢開始明目張膽的安插自己的勢力 排除異己 過程中甚至連當年提拔過他的私立建太監王安也慘遭毒手 而前面提到的楊大宏、左光斗、東陵黨內閣大臣 都對此表達不滿,甚至上表彈劾 但是有西宗皇帝撐腰的魏忠賢已經不一樣了 他非但沒有受到處罰,還反打一波 結合一些其他黨派的失憶政客 像是齊黨、楚黨、蔗黨等 組成了魏黨 直接和東陵黨槓上 以入監、判刑等方式去鎮壓反對的聲音 從這支影片中看起來呢 魏忠賢克勢簡直壞到不能再壞 那跟魏忠賢對抗的東陵黨就是好人嗎? 其實這一段有關東陵黨的故事呢 我們未來有機會再做一支影片詳細說明 且看這一邊啊 因為有皇上罩著魏忠賢和克勢 享受他們的權力就更加肆無忌憚了 這一部分的史料相當豐富 我今天就分享三件當中讓我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 第一件事呢是出入排場 在明朝當時啊要拜見皇帝呢可以稱呼萬歲 那對魏忠賢該稱什麼呢? 九千歲 只比皇帝打個九折喔 這就罢囉 魏忠賢的服裝啊 還有他使用的硬性上面 還用了僅次於天子的龍文 天子是五爪金龍 他的呢則是四爪 魏忠賢的搭檔克勢也不遑多讓 他雖然是以平民的身份入宮 但是呢可以自由地往返皇宮與私宅之間 每一次出門的隨從人員就有數百人 還乘坐八人大圍教 歡送他迎接他的排場呢 堪比你是皇帝的等級啊 第二個要講到的事情呢 就是很多人去幫魏忠賢建造生辭 祠堂呢大家都不陌生喔 通常是為了紀念過世的先人 如果是蓋祠堂紀念活著的人呢 就叫做生辭 除非啦你真的是民意支持度很高的人 不然隨便蓋生辭呢 在唐代啊還是要被判刑的呢 不過呢在天啟年間 因為有太多人想要拍魏忠賢的馬屁 又或者說是畏懼他的詮釋 當時在全中國各地都掀起一股 蓋生辭的風潮 甚至包含我們之前聊過的元寵幻 都上書提議要在寧遠前線 建造魏忠賢的祠堂 第三點呢要講到最讓人下巴掉下來的是 魏忠賢他是非常少數以宦官身份享有大權 同時還能夠跟世代夫知識分子結成政治聯盟的人 中國歷史上呢大約有三次很明顯的宦官掌權時期 第一個東漢末年 這個我們觀眾朋友超熟喔 第二個是唐朝 當時的宦官呢有想要幹掉皇帝的紀錄 甚至啊他們還可以操縱讓誰上位 第三個呢就是今天要講的名單 然而呢前面漢朝跟唐朝的知識分子 基本上呢對於宦官還是抱持著我可以利用你 但是我們要劃清界線的這種態度 簡單講啦就是看不起他們啊 到了明朝哦吼那就厲害了 三國演義呢不過是來個武虎上將 魏忠賢的手下竟然有所謂的武虎舞標 分別代表的文成武將的五大主力幹部 裡面舉個例啊像是崔承秀 李奎龍 倪文煥等人 都是高考及格近世出身哦 也甘心為他效力 於是從內閣六部到四方總督軍職呢 幾乎啊就都在魏忠賢的掌控之下 因為啊魏忠賢的權力來源呢 是那個迷戀木工藝術 無心國事的明熙宗 所以一旦皇帝不在沒有皇權的支持呢 他的勢力也將迅速消亡 天禧七年也就是公元1627年 明熙宗病危 他就找來自己的弟弟朱尤儉準備交班 這個弟弟啊就是日後對國家大事超級有想法 認為自己要忠心大明朝的崇禎皇帝 儘管呢明熙宗對弟弟說 魏忠賢這個人很忠心啊 幫我分憂解牢 讓我可以專心玩木工 但是他的弟弟聽啦 沉默不語 魏忠賢在旁邊就知道不對了 西宗駕崩之後呢 私宗即位 傳聞魏忠賢一度想要拉攏五虎之一的崔承秀 發動政變 但是最後關頭呢崔承秀卻退縮了 而崇禎皇帝已上任呢 立刻著手剷除魏黨的勢力 再將魏忠賢呢貶至奉揚 魏忠賢經過直立赴城的時候啊 心之大勢已去啊 就在旅店當中自意身亡 不久後呢他的老鄉好克氏 也在宮中遭到處死 統計啊被判刑的相關人等呢 有兩百餘人 轉眼啊又到了結論時間啦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我覺得有點沉重 坦白說魏忠賢和克氏兩個人 為了自己的權利欲望 排除異己的手段十分兇殘 這一點呢在史書上面啊 是沒有多大的疑義 頂多就記錄的殺多殺少而已 但是呢有個人曾經提出一個說話 那就是明朝他在魏忠賢主政期間 國內形勢良好 遼東局勢平穩 因此他應該也算是有功勞 關於這一點呢 我個人是持不同意見啦 我認為呢明朝的國家機器 能夠維持運轉 主要還是原本的官僚系統 有基本的運作 就如同之前我們講過的 如果你是明帝國的臣子 你還坐在這一艘國家的大床上 正常人呢都不會想要這一艘船沉默 魏忠賢他當然也會這麼想啊 讓國家不要出亂子 我可以繼續爽 這只能夠算是人之常情 說功勞呢就有些翻案過頭了 另外呢來補充一下 在中國的歷史上 宋朝以後的皇帝 基本上都知道 過去宦官亂政的可怕 因此呢對於鞏固皇權這件事情 有諸多防禦措施 你可以想像成是網路的防火牆 這裡呢我們不說的太複雜 直接看結果 明朝除了魏忠賢之外 鎮德皇帝期間呢 還有另一個宦官劉瑾 齁齁齁 也是很大壞的 但這兩個人呢都是皇帝 說拿掉就拿掉 幾乎沒有抵抗的能力 甚至可以這麼說啊 明代宦官的囂張呢 多半是來自於皇帝的默許 皇帝為什麼要默許呢 因為他也喜歡這個人 跟他麻吉麻吉的 朱遊教和魏忠賢的關係 甚至有點像是蝙蝠俠 與老管家的味道 你要怎麼花我家的錢 都可以 但你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你的權利是來自於我 我開心你才能開心 而一個願打一個願哀 魏忠賢呢 他是完全樂於當這樣子的家譜 我會這麼想啊 假如魏忠賢沒有進入皇宮 他假如一輩子都是個吃不飽餓不死 四處農流連的小味 然後呢 明曦中朱遊教也不是皇帝 他就在民間以做木工虎口度日 這兩個人呢 有幸相識 應該會有機會發展出一段 不錯的友情吧 出生帝王家 手握天下圈 未必是讓一個人 生活幸福的環境 這麼說好了 每個人的個性中呢 都會有一些小奸小惡 你會貪心 你會嫉妒 你被欺負了會想要報仇 當你沒有權利的時候 這些情緒多半就是埋藏在內心深處 可是你一旦有了能力 去實現很多過去做不到的事情時 一點星星之火 往往足以焚燒整座樹林 這就是明朝第一權城 魏忠賢用生命告訴我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說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則影片 歡迎訂閱我們頻道收看最新消息 已經訂過的朋友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精彩影片喔 想看更多有趣文章 也歡迎到英雄故事粉絲團 按讚加分享 這裡是英雄說書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